泰国国家工业部24号发布消息称 将于7月22号至23号期间 在首都曼谷举办年度Kingsman亚太制塘业协会 在展会期间 来自世界各地的600多位制塘业杰出人士将齐聚曼谷共襄盛会 会议将公布年度生产出口相关数据报告 并就世界制塘业未来发展趋势及战略计划 做出详尽的分析与部署 为各国制塘业巨头提供一个沟通交流的合作平台 促进制塘业在世界市场的稳健发展 泰国塘糖出口量位居亚洲首位 世界第二位仅次于巴西 塘糖制造业是发展和推动泰国国家经济的重要农业产业之一 每年为国家带来上千亿泰铢的高额收入 并有力推动了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如食品 饮料 罐头等 东盟卫视MGTV记者刘新云 文杰 泰国曼谷报道